而中台的杜蘇瑞慢慢的逼近當中 現在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尤其花蓮 昨天雖然艷陽高照 但是賞金的遊客少了六成多 不過業者也很大氣 取消定位是全額來退廢 而至於高屏 屏東的橫村漫島也是首當其衝 現在正在積極做訪訊工作 花蓮地區艷陽高照 但賞金遊客一下子少了六成多 以往暑假花蓮風年季 庆典期間 觀光客帶動賞金潮 碰上颱風來小局 業者也只能一月退廢 以遊客來講 基於案件考量 如果說有人覺得不妥當 退廢的話 我們基本上還是全額退廢 那麼我們也預估 我們在明天 可能我們就防海性的 預防性的就停航了 剛好外海之後 風浪狀況怎麼樣 還好 但是好多人都受不了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花東海域風浪見征 掌心傳從二十五號起 預防性停航 預計停航三到四天 起航時間會依颱風動向 再做調整 另外颱風來襲前 為了避免市區大雨積水 花蓮市長特別到南濱抽水站 限定勘察 我們淤沙一直堆積 那可能遇到了漲潮 可能遇到了風浪比較大 那怕堆積的話 可能導致我們水會倒灌的 這個情形 除了抽水站出海口 泥沙淤積問題 花蓮市已全面展開 市區排水溝的清淤作業 地球排水順暢 避免颱風期間瞬間大雨 積水成災 卻與颱風威脅最大的高頻地區 也不敢心虎 總共我們有八十八處的這個水閘門 以及一百六十部六英寸以上的這個抽水馬達 那我們都也完成了包括加油跟整個器材的維修 高雄市對各需水池查驗 並針對容易吐石流或沿海地區進行加強 高雄市長陳其邁特別指示 相關局數要謹慎檢查設備和地區 並協助民眾完成準備 要好好度過這次颱風 記者綜合報導